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們 你們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場其實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給我吧 我就是你的貴人 歡迎收聽股市蔡英斯坦 大家好 歡迎您收聽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節目主持人Ruby 今年的春節連假假期比較長 在這一段期間 國際股市是正常開盤的 因此許多人的資金是打算年後再進場 至於如何把握進場點 就馬上來請教股市相對論的發明人 同時也是改變你一生的貴人 摩擬頭顧蔡英斯坦蔡振華老師 老師好 Ruby好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老師這個連假期間 大家通常都會安排走春的行程 投資朋友們也會去拜一下財神爺 當然這個防疫工作大家也一定要記得做好 那老師平常有沒有什麼招財的方式 是可以跟聽眾朋友來分享的 其實這個 我們這樣講 這個是我們台灣社會的特有文化 是 那從北到南當然有一些很旺的嘛 那各地都有不同 當然我們知道有一些是財神廟 然後一般來講的話 各地方都有土地公嘛 是 那主流的幾位大尊的 像目前看起來的話 我們以全職來算 廟宇的全職 所佔的全重比重來看 是 當然這個應該是這個恩祖公 就是官帝爺跟這個媽祖 應該是現在台灣的信眾 全重比重是最高的 我們以股票來比喻 上市上櫃當中 台積電跟這個環球金 他們就是千金股這樣 全重比重很高 然後大概還有這個觀音嘛 然後這個 當然我們這個南部很多地方 各地有特色 還有一些王爺的信仰 那我現在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有的時候我們也要有一個正確的關聯 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 有的時候也不要太為難神明 那我也常常會去上香 那我都怎麼上 我跟大家 我先不講股票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首先你想想看 每個人都去拜神明說 希望我的股票會漲 對不對 那假設說兩個信眾都很虔誠 一前一後 一左一右 對不對 然後兩個人都在虔誠的跟神明講說 第一個 她昨天留了十張空單 因為她覺得美國會大抵 然後她左邊這位小姐也很虔誠 她逢低進場 她覺得她逆勢要抄抵 這就是留了十張的買單 她是十張多的 對 一左一右 兩個人一起在拜神明 妳也不要為難神明對吧 所以其實 這個心中是怎麼樣呢 標準答案其實只有一個 那我可不可以先下後上咧 我可不可以先上後下咧 也都可以啊 那問題妳先下後上的時候 妳先下的時候 妳那個多單堕掉了啊 妳砍掉了以後 妳砍完以後就大漲三天 對 對不對 然後妳結果先上後下的時候 妳空單先認賠回補 對不對 就往下跌下去 所以我告訴各位就是說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我回到我以前有一次準備考試的時候 那有一次因為準備考試那個時候 就業務繁忙實在時間是太少了 那麼那一段時間來講的話 又比較緊急嘛 因為又臨時要去趕考 然後正常來講的話 妳去拜拜 如果說妳拜自己的神明 像我那次是拜文昌 很正常嘛對不對 一定考試要拜文昌 一定考試都是先去文昌這邊 然後 那妳可以跟文 妳可以就是跟文昌講說 那希望保佑我這次金榜提名 對不對 那但是這又有兩種情形 我跟各位講 有一種情形的考試是說 60分以上全過 就我們考證照的話 妳及格60分 一萬人報考的話 8000人60分就全部嘛 是 還有一種是搶名額的 妳知道吧 還有名額限制的 就比方說我們這次錄取48人 對不對 對 那總共6000個人去考嘛 哇 6000個人去考 實際上3000個人去拜文昌君啊 是 啊這是不是表示說 文昌君要對2952個人 說抱歉嘛 對 因為這48個名額 對嘛 因為妳沒辦法嘛 妳一定是這樣子的嘛 對 所以當3000個人都去拜文昌的時候 妳不能說2900個人說文昌不對吧 那是妳自己沒有準備好嘛 是 所以這種情況的話 我當時就想說 我們也要要求自己對不對 但是我就跟文昌講這個文昌君講說 那麼請保佑這個地址正華 在此 我這個禮拜準備的題目都有考到 是 那沒有準備到的那些題目 考到的題目我沒有準備到的 我都猜對 對 那我這樣子講的話 是不是就是說我跟文昌祈求一個 好那我拿到這張證照以後 我要幫助世人 對 拿著這個證照呢 那我可能以後看妳是做什麼的嘛 妳是醫生妳就要救更多人對不對 回配給社會 對妳是會計師妳就要做更精確的 這個管制嘛 而不是逃漏稅嘛 對吧 對 然後妳如果是考上什麼證照 廚師的對不對 什麼 妳當然就是要發揚光大 你們其他香菜嘛 對不對 都可以啊 照服飾人 然後用的器材要乾淨等等之類的 妳可以回饋這個社會嘛 那妳不能就是說 劈頭就跪在前面說 我如果說賺100萬我要給妳打金聲 這樣也不是很好啦 因為搞不好妳旁邊那個人拜說 我賺兩億我要給妳一億打金聲 我還幫妳加鈣對不對 四根柱子都化龍 那這個就是我們講說 回頭來講 妳剛剛講到這個財神也這件事情喔 我就把它帶回來 妳可以這樣子講喔 換一種方式喔 那麼請 當然不知道您去拜哪一尊嘛 賜給我智慧與勇氣 是 那並不是說我今天來拜妳 是要改變這個行情 對不對 妳不能去跟神講說 我拜妳 我希望妳改變一個行情 比方說我希望明天晴天 求求妳讓我明天放晴 妳有沒有想過很多農夫會哭啊 妳怎麼可以叫神明做這種事呢 對 對不對 求求妳明天一定要讓我跑第一 那另外那幾個人 他可能準備了三年就為了這個比賽 難不成妳拜一下 他就要對人家私信嗎 對不對 所以不是這個 妳不能說 妳心中的願望是要這樣 就是說反求於租己 那我現在來回講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賜給我智慧與勇氣 什麼叫智慧與勇氣呢 第一個判斷股票的智慧嘛 是 一個牆一個弱我買誰 對不對 一個漲停 一個只有2% 誰叫做牆 妳判斷他是不是叫智慧 賜我智慧 是 機緣什麼叫機緣呢 有的東西妳一直在股市當中 10年8年妳搞不懂嘛 對 妳遇到一個人點醒妳 當同棒喝妳就懂嘛 那就是機緣了 這是一個機緣嘛 對不對 就像以前我講說 股票在創新高的時候 妳不要怕 拉回來的N字再轉強 稱之為日出 我沒有講之前 妳可能什麼都沒有聽過對不對 那但是有一種情形啊 我在講妳沒有在聽嘛 那這個 這個就不能怪任何人對不對 比方說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邏輯 2022年 封關之前曾經創新高的 稱之為強勢股 如今拉回來再做日出 為我們第一個觀察的目標 是 那假設我講完這一段話以後 有的人他可能有聽嘛 對 那但是有的人他可能 妳在說什麼 然後 日後呢 可能要過完年以後 這個美國股市又反彈漲上去 是 回頭來看那也是買點 那這個就變成說 妳要有一個智慧 那這個智慧 來自於平常自己認真的學習 是 然後 這個時候妳就要求 比方說妳拜財神了對不對 魂財神跟武財神 妳就說 希望我能夠發揮所學 那這個就不錯啊 對不對 因為妳已經有認真的嘛 但是妳臨場沒有發揮 那妳運勢不好 那這種時候妳就很值得去拜 為什麼 因為妳是真的有在研究 但是妳每次就是插那個臨門一腳 為什麼插那個臨門一腳呢 就是 很奇怪 本來要上買單 那一天早上剛好塞車 到公司的時候9點半已經掌停鎖住了 是 早上塞車的時候在聽正華的節目 本來已經心裡都想好了對不對 但是高速公路上面沒有辦法滑手機 對 那怎麼辦 那這個就是 就是 希望我的所學能夠發揮 是 那妳可能就一個機緣對不對 結果 遇到一個什麼手機的新功能 原來手機用講的就可以了 就可以這個音控它下單對不對 那妳可能就解決這個問題了嘛 第二個就是說 赤我智慧於什麼 勇氣 勇氣 對吧 勇氣是雖千萬人無亡矣的一種勇氣 這個在歷代的我們傳統的智慧當中 因為 神明大概分成兩個系列嘛 一種是天生神 什麼叫天生神 它本來就存在的嘛 你說上古神那幾個都是嘛 比方說 農夫的他們有那個神農大帝有沒有 是 然後八卦祖師那些就是上古神啊 那還有一種是 近代才封神的嘛 那 道教的說法當然近代封神 他們本來也是神明下凡 反正故事講起來都是這樣子 但有的時候是真有其人嘛 對不對 你說那個莫娘對不對 對 或者說你說這個關公 這也是在歷史上是有真有其人 是 然後封神的嘛 那這種來講的話 妳就想像一下 就是說 他們在人世間的時候 所過受過一些事情 為什麼會被大家 哇 封神 那主要是妳看莫娘 她小 妳本來就聰明嘛對不對 對 那聰明的話當然有一點神通 其實 如果妳在股市當中 每次都買低賣高 看起來是不是也跟有神通一樣 是吧 妳這個牽敵一眼 就是這個 美國在長的時候 妳就知道隔天早上 台灣誰會長誰 是 妳這個順風了是吧 聽到什麼消息的時候 就知道明天誰會長停 哇那這個厲害了 所以其實 很多事情是一種學習 那我就回到 剛才這個盧比一講的 問我們一些方式 首先第一個身體要健康 身體要健康是 是 我覺得齁 妳身體 在 體力在做的時候 妳真的很難有運勢 我實在是真的跟各位講 判斷也容易出錯 對對對 因為我以前常常被逼得很晚睡覺嘛 晚上也要去別的 別的那個公 的那個 媒體 上節目 是 第一個就是 再來一個就是說飲食 這個飲食還是不要太挑 最好是各種都攝取一點 是 各種都攝取一點 是 那麼關於說 是不是不能夠吃牛 或不能夠吃素的齁 如果你 不能吃牛 或一定要吃素的 如果你堅信 你的邏輯或是對的 或是你改變會造成 你身體上的負擔的話 你就這麼做 那如果說 你沒有這種考量的話 其實我倒也覺得 你不用特別或是 做怎麼樣 是 我順便跟各位講一切 巴菲特最喜歡吃的就是牛排 你自認為你股票做得贏他 你再來跟我討論 也不知道吃什麼的問題 是 對這個其實我覺得就 要看 要看每個人他生下來的緣分而定 你身在什麼樣的家庭 或是 你在過程當中遇到什麼事情 讓你有什麼樣的一個主要判斷 那我覺得你不用 一定要去怎麼樣或怎麼樣 那我覺得是你身體健康為最重要 是 好的 那就祝大家可以身體健康 然後記得去拜的時候 要說要智慧與勇氣 那也希望大家呢 利用稍後的廣告時間 趕快加入我們參與之塔免費的Night帳號 那在Night裡面呢 都有老師的影片連結 可以來觀看 大家呢 就可以在家裡一邊 輕鬆的練習老師的教學 那我們現在呢 就先休息一下 那馬上回來 請上毫無事集網站選購 02-2362-1968 聽眾朋友 新的一年呢 先祝福大家 虎虎身風虎年行大運 那麼廉假期間 大家如果想要增進自己的實戰功力呢 可以搜尋 蔡英斯坦在YouTube上面的 股市相對論基礎篇的教學影片 那麼進階版的實戰課程 也已經上線囉 歡迎大家私訊或者來電預約 那麼請先加入 蔡英斯坦免費的Night帳號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播打我們的諮詢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那麼廉假期間練功呢 年後就可以直接上手 請大家務必把握機會囉 歡迎回到 股市蔡英斯坦的節目現場 那麼老師進入這個 股市的實戰經驗呢 已經是接近了30年 那麼很多人也都很好奇說 老師是如何把這個相對論的觀念 融合到我們這個股市當中的呢 就是從結果來推 結果啦 就是我們說 股票市場上 其實有一些事情 我必須坦白講 你真的沒有辦法拿到第一手資料的 對就是有點比你早知道 對但是 話又反過來講 有時候你拿到第一手資料也沒用 也不見得比較好 不見得比較好啊 我舉個例子來講 你看這個盤面上的幾個現象 是 像比方我講虛東IC好了 你看像這個投信對不對 對 他們認為這個聯勇 這個前三季賺很多 結果去買了以後 你去看投信的成本 大概在去年12月那裡吧 是 大買了之後聯勇掉下來破季限 是 最後一次看到他的時候好像剛破500塊 那當然我相信日同還是有機會 但我反過來講同族群當中另外一檔股票瑞鼎 對 投信也是買喔 而且投信是掛牌以後才追上去買 是 但你說去年也是40幾塊啊 你如果同樣兩檔股票 我們說產業有點類似 當然瑞鼎可能題材再稍微熱門一點 更好一點 因為他有mini OED的概念在裡面 然後另外幾家Driver就是傳統的那個LCD 但是我們先不細分這個 講太細了 因為如果你講那麼細就變成說為解釋而解釋 這樣我覺得也沒有意思 有一張股價漲比較多 我硬要說是因為他有什麼概念 我覺得就是作文比賽啦 所以我不喜歡 有時候我覺得法人齁 就是法人出來的那些研究員齁 就是很容易陷入那種作文比賽的迷思 對 但我們純粹就講股價誰讓我賺錢嘛 其他的廢話少說啦 是 那你說這個去年的這個EPS 大概都落在45 46 47來看 我覺得 如果你純粹比財報跟產業啦 應該是 我覺得也應該算不分上下啦 你一定要講說上下可能就一個比較熱門啦 但是你股價差的快要200塊 我問各位 你怎麼想這個事情 對 對不對 對 我覺得 你剛才Ruby你說 我為什麼發展出相對論 很簡單啊 你看喔 兩檔股票投信都有買 一檔受傷一檔大賺 是 他買的邏輯差不多啊 這兩家公司都是類似的產業 然後 去年前三季賺的錢也差不多哪裡去啊 對 你怎麼看都覺得差不多 股價怎麼差100多咧 那為什麼一個投信買了大賺一個在賠錢呢 是 那我就告訴各位說 最後我就發展出相對理論 就是說 股票會漲喔 原因很多 除了業績之外一定有別的 對不對 從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來嘛 這不是業績的問題啊 聯詠業績很好啊 哪不好 好的要命好不好 那但是投信買的也是賠啊 對也是受傷 至少最後這一批是賠的啦 以前可能是賺的我不知道啦 那我沒有特別在那邊做統計 我們講最後這一批啊 那這個邏輯就是告訴各位說 相對論的想法喔 不是我先認為誰會漲 而是市場告訴我目前誰勝出 你看像現在的情形就很簡單嘛 同樣的兩檔股票 我一定是先拼瑞鼎啊 到目前為止看我們是對的啊 對 從他掛牌之前我就跟你們講啦 沒錯 這檔股票只要穿過那個聯詠 對不對 他就開始要飛龍登天了 是 你看到目前為止 像那個禮拜一的時候 禮拜五每股大跌 禮拜一早上的時候一震殺盤有沒有 你看他下影線一大就七八趴 我跟你們講齁 你這個其實齁 最後這三天齁 就是如果說你們是在那個 放假前那三天有在看盤的齁 你盡量去找那種有下影線 然後有帶紅棒 是 有過前一天高點的 因為很少人會在 封關前三天去買股票 敢這麼做的人齁 他都是打算跟你拼到過年後 對他要打算好的 那一種的買盤齁 他內心都是堅定的 是 你有的時候看那種盤中帶量的股票 他內心不堅定 為什麼他尾盤要衝掉 你看那種帶量長紅說好強好強 你一追有沒有 對 盤中就殺下尾盤收最低 是 那一種都是當充買盤 那你說封關前最後三天 敢在美國大跌去撈股票的 怎麼會是當充買盤 那一種股票都準備跟你拼了 對非常堅定 回家鄉見父母之前先漸進自己的帳戶跟股票 他那種概念就是這樣有沒有 那一種買盤都是非常的堅定的 所以我現在回頭來講 相對論的邏輯就是這樣子 告訴各位說 決定一檔股票漲跌的因素其實很多 有的時候純粹只是因為 市場上現在對這個題材非常的瘋 那你說前一陣子這個國際股市 都在漲那個元宇宙的時候 台灣也跟著漲對不對 那千萬不要 那現在你看跌下來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去解釋他說 哎呀很多元宇宙沒有本質啊 又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講這句話 就是回到我跟他講的作文比賽 難道有本質的股票一定就不會跌嗎 你跟我保證嗎 當然不是 我看過 我看過數不盡有本質的股票 跌的時候照樣跟什麼一樣 對也是六親不認的跌 還不是照樣殺的跟什麼一樣苦哈哈 是 三大反而在裡面照樣殺給你看 殺到你投信停損在最低 你還彈上來一大堆好不好 連公司派都很多都砍到低點過啊 你看那個什麼 去年航運股的大股東有沒有 一堆都砍在那個什麼100多 結果一漲漲到200塊 還有人高檔去追回來 他又給你殺破100 對啊 你說你有內線又怎麼樣 還不是一樣輸 所以最終來講就是回到股價上 這就是相對論的本質 股價強一定有它的道理 先做強的股價弱一定有原因 只是你還不知道 這裡也跟大家來做分享 那同時我們的課程呢 也可以在這個地方好好的來把握 今年第一季 在這邊看 邊做邊學 我想是最好的架當一個時機 好的 那麼這個廉價過後呢 就又是新的開始 那麼如果大家很重視自己的績效 想要抓到這個媒婆的主流股 都歡迎加入蔡英斯坦的行列 那麼蔡英斯坦實戰課程已經上線了 歡迎大家呢 把握這個邊做邊學的機會 那麼可以透過蔡英斯坦的Nighter 或者是波通專線聯絡我們 那麼今天的節目呢 就進行到這邊 再次感謝摩爾投顧 蔡英斯坦 蔡振華老師 謝謝老師 祝各位超嘴快賺大錢 摩爾投顧110年 金管投顧薪資第026號 節目與節目分析內容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新貴股票登陸條件較上市貴股票寬鬆 且無每日漲跌幅限制 投資人應審慎評估是否適合投資 進廣告囉 我想要聲音好的小收音機 我想買一台好收音機送給爺爺 我在家裡到處都要有收音機 走到哪 聽到哪 我自己也想要有一台收音機 聽眾朋友新的一年先祝福大家虎虎身風虎年行大運 那麼廉價期間大家如果想要增進自己的實戰功力 可以搜尋 蔡英斯坦在YouTube上面的 股市相對論基礎篇的教學影片 那麼進階版的實戰課程也已經上線囉 歡迎大家私訊或者來電預約 那麼請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費的LINE帳號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播打我們的諮詢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那麼廉價期間練功呢 年後就可以直接上手 請大家務必打握機會囉